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也会讲到这个穿白大褂的 不但是医生啊 你这典型叫走白砖道路 真的啊 我底下红衣服的亮出来 以前这个叫又红又砖 它正叫白砖道路 那你呢 你走的就是什么呢 那这黑五类嘛 这不就明显是 糟糕 糟糕 当然 我们现在也别忙着谈笑风声 不幸的事情使得我们笑起来很不合适 为什么呢 就是最新的 你知道吗 就是朋友圈刷屏了 我呢 这么多年大家也了解 讲到公安 我总是有点怂的 甚至于我不太敢讲跟公安有关的事 但是呢 最新出的这个话题啊 我看恐怕这个删帖啊 胡也捂不住 还不如面对 因为我的这个指路明灯 中央台也面对了嘛 央视新闻报道了 先是从知乎上 跟这个魏泽 我现在发现知乎值得一看 对 先是魏泽西事件也是从知乎上起的头 这个呢 雷洋说是什么人大硕士啊 但是有人批评了啊 就别忙着说这人是什么人大硕士 那也为什么还有说这个死的那天正是结婚纪念日 刚刚生了孩子 这些都不必说 作为北京公民 人人平等 不是中国公民 人人平等 对吧 好 说这个人的意外死亡 就在这几天发生的事 本来呢 他外地的亲戚 坐飞机嘛 到北京 他岳父呢 就说 他到了晚上八九点 他在那玩手机的岳父赶快去接去 就据他家人说 他的同学 根据他家人的陈述 在知乎上写了这个事情的疑问 就请告诉我们 他是怎么死的 因为他们认为有很多疑问 就是八九点钟这人就出去接人去了 可是呢 飞机应该是十一点半到 但是他的妻子说 从晚上十一点半到凌晨一点 打他的手机 一直没有人接 后来呢 这就是说你看 后来就得过了两三个钟头了 后来呢 手机有人接了 说我是这个昌平 这个叫一个地儿的派出所的 说你们家属来 来了之后呢 在派出所就被告知 说他呀 涉嫌在一个足疗的一个什么地儿啊 嫖娼 被抓 他岳父 那天要来 不是 他都是在家里 那天有外地亲戚要来 对 因为要结婚呢 他要去接嘛 他要去接嘛 最后他家里人记得的情况 就是说他越来越去接 结果接着去了 给莫名其妙 就去 家里人的记忆 就是他走了 去接人了 飞机应该十一点半到 但十一点半人都没回来啊 所以打手机没人接嘛 最后到派出所 派出所被告知这个 就是说在我们押解的这个途中啊 他突然报称身体不适 身体不适 那么就就就送到医院急救 然后不治身亡 然后当时到就是说家属到医院呢 看了这个遗体 家属当时的疑问就是说 嘴角有血啊 手臂啊 或者头部啊 这个有 伤痕 血就是说 具体伤痕不伤痕就就不好说了 这等到法医鉴定 反正我就跟你讲 这央视的嘛 央视记者来到这个救治雷某的 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张主任说 5月7号晚上10点09分 他被送到医院急救 就当时啊 已经死了 其实就是 然后呢 这个有无伤情呢 就是抢救过程中 对他气管做插管的时候 发现口腔里有少量血性分泌物 在右额部有局部的皮肤磋伤 医院无法判断伤情如何造成 至于其他的 还是最终得通过法医尸检 但是张主任说 他的这个尸体已经不在医院 我估计是警方按照他的这个程序啊 就能走了 然后呢 随后呢 就是北京昌平的这个平安昌平 你看平安北京 那平安昌平 发了这个公开声明 我估计他们也是想啊 这事现在网络社会啊 你赶快透明啊 赶快透明 但是呢 他这个声明呢 因为还缺少进一步调查的细节 所以我要照我说 反倒让人感觉更糊涂 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说这个声明里边讲 就说这个雷某啊 他我们抓了 还有另外五个人 那就该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涉嫌嫖娼吧 但是呢 他当时企图抵抗 甚至想要逃跑 甚至听说他跳车 那么我们呢 就是采取了强制约束措施 那什么叫强制约束措施呢 有人说按照有关规定 就是捆起来了 比如对于醉酒的犯病的 就是给他捆起来 那到底什么叫强制约束措施 不知道啊 但是后来他报称身体不适 送愿不治身亡 就是目前了解到的 就是这么多 当然警方也说了 这个事情 我们已经给这个检察院通告了 那么下面是检察院的这个程序啊 检察院要去侦办这件事情的情况 所以这件事情在这个网络上 就是聊翻了天 甚至有人就说 魏泽西事件之后 又出了一个雷洋事件 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这个事实为依据 法律为准生 照我看来对吧 种种的猜测 目前缺乏事实 比方说站在家属那边立场上 你一边很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是说 到底有没有嫖娼 他明明是去接人 你凭什么说他嫖娼 对吧 或者说那个身上的伤势怎么回事 在一个人怎么会突然就死了呢 我觉得我们不妨 我个人感觉我们不妨等一等 因为可能性很小的事情 也是有可能发生 因为这个现在听起来这当然是个事儿 但是他是不是一个变成一个事件 就是为了能够定下来讨论 比如说很清晰的去辩驳的一个事件 还很难讲 因为你说的那些全是关键信息 一样都没有 就什么信息都没有的话 这全都在瞎猜嘛 那都是 他主要是有三个关键词在一起发酵 在网上之所以可以刷屏 一个就是他人大研究生 一个是嫖娼 一个是突然死亡 非正常死亡 其实冷静来想呢 前面两个都应该撇除的 就是说 就是中国人现在 说实在话 这么一个人大研究生这个身份 使得很多人关心这个事情 严格说来这是不应该的 第二 涉嫌嫖娼 理论上也不应该的 跟你这个事情 跟他警察使用什么力量 他怎么会死亡 这个东西 在我看来 虽然在老百姓心目当中 可能会有影响 假如说是警方采用假定说 假定说是采用过度的武力的话 那他有没有嫖娼 可能成为很多人同情 或者不同情的一个因素 但是从法律 从理性的来讲 应该是没关系 嫖娼他也不该死 而且嫖娼无罪 我必须解释一下 嫖娼违法 但不算有罪 他是违反治安条例 就算一个事情违法 就算一个小偷偷了东西了 他就明显的违法了 他不代表 他可以受到过分的武力 甚至造成死亡 所以 但是客观上 网上这么传 是因为三个关键词 合在一起 如果现在只是一个段见 说有一个人 被警察压到途中 突然死亡了 新闻性没那么大 你明白吗 但是我们冷静 我们要做的切割工作 正是前面两者 要把两个切掉 就像你说的 嫖娼 就算一个人犯了罪了 很大的错了 你不能用另外一个方法 去无限制的惩罚他 这么一个最简单 另外 这个人本身是一个学者 或者是个干部 不应该因为他本身的身份 得到特殊的照顾 很简单 他这个要验尸嘛 他现在比较争议大的是 他送到医院里面 还戴着手铐 解了手铐才急救 那么家人说 他二十几岁 年年锻炼 天天在锻炼 说他突发心脏病 这个是检查得出来的了 不是 你这个一尸检就知道 是不是突发心脏病 以及怎么会突发心脏病 对 徐老师作为 装了三个支架的人 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那非正常死亡了 我觉得这几年 零零种种的非正常死亡 是不是加起来 也开始裂进了 其实是正常死亡的 其中一种死法 而且你知道 猫猫之类 对不对 很多嘛 你知道 他们刚刚发给我 我再给你看一个 这个照片 你看到吗 这说就有意思 这个死了吧 刚刚发生的新闻 河南三十七岁警察 在洗浴中心抓嫖的时候 被高压电击中身亡 对吧 这是更新的 河南固史县 公安局 这人大队 去洗浴中心抓嫖 你看 死了警察 也在调查 就是说 他去洗浴中心抓的时候 中了高压电 然后电击事件 到底是意外 还是人为 公安局表示 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所以你知道 他们现在有人编 最近的这几天的 中国新闻 盖药叫什么 生病的死了 你知道说的是谁 魏泽西 治病的也死了 陈中伟 陈中伟 嫖娼的死了 雷某 抓嫖的 谢谢 我们也不知道 他真的是 所以我觉得 对于这个最新的事情 还是咱们的这个马后炮 我觉得就不必急于表态 还是要看一看 真正的事实究竟如何 相比之下 反倒是 陈中伟之死 我觉得今天 咱们可以好好聊一聊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给大家看一会儿 再合一会儿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看看这个复告 广东省人民医院的陈仲伟 60岁的医师 主任医师 口腔科的啊 这个不致身亡 这个是被砍死的 然后呢 你知道这个 你看看接下来的这个照片 就当时啊 广东省人民医院呢 这个抢救他的时候 47个小时的抢救 没抢救过来 但是你看这个状况 抢救他的时候啊 全院 全院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在外头 就这个心情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个我觉得不能 这不能给他当真了 就是个别的这种言论 竟然还有什么 支持刀客 你敢弄坏我的牙 他的名字叫 东莞吊斯 是吧 就是什么叫做 1600多个人束手指 君子报仇 20年不晚 如果谁敢惹我 就是这种不必理会他 就是你知道 这两天 这个广州的英雄广场 上千名群众啊 自发悼念这个陈仲伟医师 哎 我觉得是什么事 就是20多年前 他给那个人补了个牙 然后那个人说牙变色了 其实那个人 我觉得啊 在聊医患冲突 现在大家光机都是医患冲突 其实你得认清啊 越来越多的这个信息表明 这个人有精神病史 很有可能当时是精神病发病状态 然后呢 剁了剁了几十刀啊 把这个陈医师的脸呢 剁的都不能辨认 然后呢 警察抓吧 这哥们剁完了之后 18楼跳楼 死了 死了 那么于是乎呢 这个 这个这个你知道 这个在网上 这就是最近死的这几个事情了 哎 真的让我想起卢迅说的那句话呀 就是啊 地火呀 在地底下奔脱啊 他找个口出来 对 你这个口啊 未必跟他这个岩浆的源头有关系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这这次人们就说的 也许是精神病人作恶 对吧 可是 人们聊的 大多数都是医患冲突 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 嗯 二十多年前看过的病人 都来追着 把这个医生给剁 给剁成这个样子 不过医患冲突不是没有 当然有 你比如说像你知道 就在我们今天做节目是10号 呃 10号的凌晨 就我们现在下午嘛 凌晨的时候 四川又有个位姓曹的医生 你说的对 对 被杀嘛 是被杀呀 还是被砍伤 被砍伤 但不治了 好像已经 那非常不幸 这这种事是有 但问题就是说 我觉得我当时在看的时候 我还不太清楚 那个坎塌的人是不是有精神病 我讲陈仲伟这个 但我一直觉得奇怪 又过去我们也聊过这种事 很多时候大家都说 这个谁死了代表什么矛盾 谁死了代表什么矛盾 但是在我看来 再怎么矛盾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就杀人 暴力 就说OK 我懂你医生病患 今天有许多矛盾 今天很多看病的人都在埋怨 医生也苦不堪言 这个矛盾长期都这样 我们都晓得 但是你如果说 今天变成暴力相像 要砍人 要杀人的话 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你不能说 再有什么社会矛盾 就能够杀人砍人 对不对 我们矛盾多的是 你比如说 你在搭飞机的 我们常搭飞机的 那老物点 那你说这个乘客 跟这个空服人员 有没有矛盾 但你说矛盾 矛盾到有天要砍人 那是另一档事了 就矛盾 为什么那么容易的 变成用暴力来处理 这个是另一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好像 今天我们对于暴力这件事情 常常就略而不过 就略了 就不论了 就觉得一下子问题 变成一个很宏大的 一个体制问题 社会问题 但那是个暴力事件 所以这次有的医生 在自己的自媒体上 就开始说了 就说 说好的零容忍 不是早就说了 我们全国 不就是说 对于医患冲突当中的暴力行为 绝对零容忍吗 他说 老让我们什么 雇权大局 那个意思就是 一出这种事 两边都压 两边都压 他现在 那医生被杀了 这些医生就觉得 干什么 老让我们忍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是医患冲突当中的暴力 零容忍 是所有领域当中的这种极端暴力 都是零容忍 所以这个事情不应该夸大成 这个 这件事情 尤其不应该讲是医患矛盾 我觉得是有些人 就是因为前一阵 这个莆田系的事情 医患的矛盾 变得好像无解 现在是往另外一方面 在就像你说的 这口气 在往另外一方面出去 但是我们理性的看不是这回事 最近那个香港有个电影 得很多奖 男女主角 男女配角 什么最佳新演员 最佳编剧 最佳摄影 叫踏雪寻媒 踏雪寻媒就是解构暴力的 就是解构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无可解的一个 一个你知道那个一个 长沙来的一个女孩十几岁 被一个变态杀手杀了 切成很多段 最后把骨头拿到肉 拿到大谱的街市去 最后一时搞得很恐慌嘛 很多人以为自己买下来的肉里边 有人肉 这个是一个新闻嘛 当时我们大家都知道 叫王家梅 郭富城得奖啊 这个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电影 就是解剖这么一个变态杀手 当然了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很简单就讲 他这个变态杀手不可原谅 这个但电影呢 他总要把它拍成 可以理解 可以解释 拍成像漂流玉石啊 或者大倒主 感官世界啊 这样的一种 就是暴力美学 但是这个电影就是很严肃的 我觉得这种事情啊 真的就是一个变态的 暴力的事件 对不对啊 他跟任何领域 都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关系 但是就这是个萝卜 但是还有泥 就是拔出萝卜 带出泥 某一个个案 它不能说明什么 但是呢 这个这个医闹啊 医闹你知道 医闹是 当然是 医闹都成了一个词了 一个一个英文的词了 现在在那个网上啊 有一个全球的医疗 那个资讯的 一个一个数据库 里边已经医闹 就正是中文发音 医闹 就是已经成了这么一个词 那么他就一定啊 是有一定 有一定代表性的 你比如说 必须得研究啊 你像这个 好像上海有一个医生 他就是写论文 他就研究这个事情 就说 据他观察 较为集中的这个现象 是什么呢 比如说容易这个施暴的 这种这种人啊 患者啊 往往是什么 经济状况极差 然后呢 这个缺乏社会支持 还有就是性格 心理的缺陷 还有就是慢性 或者严重疾病 长期痛苦的折磨 你知道他有这么一些 归类的原因 但是我现在觉得 这个医疗改革呀 我就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就是越来越严重 医患冲突 不但没有缓解 事实上是越来越严重 而且呢 我觉得现在医生们 就是好的医生们 把他这么说吧 他们也越来越明白一个事情 就是说啊 这个医患冲突啊 不是医患冲突 而是社会矛盾 嗯 他越来越明白了 他是一个整个社会病了 你知道吗 整个社会病了 但是集中 就像我们原来说的 哎 我有时候觉得 就什么叫过去 咱们这个文革的时候 有句话叫挑动群众 斗群众啊 其实很冤的 你知道吗 比如说城管和小贩 对对 拿刀相向 可是你觉得就是他们对了 他错了 他施暴了 他你没想背后 嗯 这从政策制定 那个这来的 这个这个错误 这个失误 一直把他们平民之间 逼的拔刀相见 对吧 那么现在医生也是说 你整个这个医改 带来的以药养医的问题 是我们决定的吗 我们医生的收入 是我们决定的吗 这个医院该怎么样 办公立医院 是我们决定的吗 但是事实上造成的矛盾 他就是他们之间直接冲突了 对 你比如说像 呃 我刚才说 时候就早上 凌晨那个 四川 还重庆的那位 曹大夫 他就是这个情况 他就三个人打架 打了架 送医院 然后有一个人伤口挺厉害 然后这个大夫一看 就说你这个东西 不能够随便指个血 要做一个特别的处理 来缝合他 要不然你还会裂的 这个缝不好的 那么结果为这事起争执 那三个呢 大概也喝了酒 还怎么样 就说你这什么意思啊 就意思就是 你是不是想蒙我 想多挣点钱 多怎么样 想过度治疗 觉得没必要 但他说不 这真的是就得这么治 然后另外一个人 这时候就忽然拿刀出来 就砍 砍这个大夫 那这种事其实很常见 就今天我们一遇到大夫 就今天变成一个 那个医患矛盾 最具体的表现在哪 就在于今天的病人 对于大夫 开给你的任何的处方 不相信 治疗方式 他都心里打个问号 你是不是想蒙我 你是不是想多从我这掏点钱 你医院是不是怎么样 但是从不相信 到拿出刀来 这个中间还是有一点 对 这当然是个问题 这就我们刚才说的暴力问题 就是说暴力问题 是无处不在 坦白讲在中国 你比如说看人家上车 什么 常常街上看到打架 对不对 我们对暴力是很常见 这是一点 另一点就是这种矛盾 这种体制性的矛盾 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那这个矛盾的背后 你比如说你刚才讲 城管跟小贩的矛盾 其实你将来 如果这个逻辑再扩大下去 你还会想到什么呢 就学校跟家长跟孩子 那你今天比如说 你迟早会不会有一天 小孩家长说 你凭什么学校又收这钱 这老师怎么又要补那个 这个课上完了 怎么放学后 还要再待到12点 那是怎么回事 到处都可以看 这个我觉得就是我最反暴力了 但是呢 实事求是的讲 这个很多事情 你最后看暴力好使 暴力管用 暴力受到了重视 暴力被各打八十大板 给你这个抹平 对吧 暴力会成为新闻话题 会受到优先级的解决 那么你给人家什么鼓励呢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 你刚才说电影 我也跟你说个电影 是另一个议题 跟这个没关 但是我为什么我现在就觉得 对人类历史很悲哀 对人性很悲哀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什么 英国怎么样 够民主 够干嘛 宪政 对吧 那我也最近看一个电影 就是妇女 英国妇女 怎么获得选举权的 同胞权 它里面依据的 也是真实的历史事实 我不无悲哀的看到 连妇女这样孱弱的 一个就一个 一个族群 当他们最后没办法 给我们选举权啊 你们大老爷们 丢油瓶到人家的那个房子里 你们大老爷们 不给我们选举权 逼得我们女的 最后制造恐怖事件 扔炸弹 然后最后 引起了全球性的重视 是什么呢 一个女的 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跟这个国王 参加的那个 赛马大赛上 他被那马撞死了 为了展示 他妇女解放的这个旗帜 光撞死了 于是世界性的新闻 于是这个运动 轰轰烈烈 于是受到了世人关注 你说这个结果让我们看 是什么感觉呢 但是你刚刚讲这个 你说的是还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那种情况 就是他认为 他尽量处理一个 是重大社会议题 他很清醒的觉得 我今天必须诉诸暴力 来达到我这个社会议题 解决这个目标 当年就连曼德拉 都有一段时间 当过人家所谓的恐怖分子 美国的民权运动 不是只有 马丁路德基那一派 还有Malcolm X 是暴力的 以暴力做主张 但他们都很清晰 我今天要透过暴力 解决社会问题 那共产党革命 不也是这样子吗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 这种所谓的医患矛盾 那个杀人 他从来不会觉得说 我这一刀不是为了 为我个人泄愤 是为了全天下的中国人 解决医疗问题 他不是 他应该写好一封信 他就是个情绪 革命不是顷刻之文 不是秀欢 他不是情绪 隔了五十年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但是呢 就真像这个人家广东 这次这个悼念陈正伟的 一个医生他讲 他说你们不知道不知道 有一种病 这个糖尿病患者 到了晚期啊 会有那个糖尿病足 是 脚腿脚上长溃疡 他说你现在 这个过去咱们啊 我曾经这个迷恋过一阵 一个中国概念 叫危机管理 危机管理 我最近突然明白了 甚至咱们还曾经说过 危就是机 可是 除非有特殊的机缘 但是基本上 我那天突然明白 危机管理啊 那就等于 你随时处于危机状态 你们就是 他就说这个糖尿病足啊 长溃疡了 你难道就包一下 让自己别看见 别人别看见 你得治他的糖尿病啊 他是整个身体的这个病啊 那么 现在对于这个 不要砍死个医生 或者一个嫖娼的 非正常死亡 或者是魏泽西 那百度 对吧 他觉得都是像在这个 糖尿病足的溃疡上